哈喽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我们是已经讲到了啊 就是说去判断这些乘客的信息有没有被加载进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去判断 哎我指定的这些乘客信息是否是是否是我想要去购买票的那个乘客啊 对对那么怎么去判断呢 我们这个地方右键来找检查一下啊 好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哈 所有的这些乘客的话 他是不是放在一个叫做id等于lomo pastorid的这个意外表现下面啊 实际上的话哈下面的话就是一个乘客 他是放在一个立标签下面 并且这个乘客的话 他是不是放在这个立标签下面的这个label标签下面啊 对对那么我们啊 就说以后再啊就就可以什么呢 获取所有的这个立标签下面的这个label标签 实际上的话再通过这个label标签下面获取这个文本信息 也就是获取这个乘客的名字 我们拿到这个乘客的名字以后 再跟我们之前在哎 那我们程序的那个中端输入的那些名字当中进行对比 如果是存在的话 那么说明这个乘客是需要购票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执行他的这个点击操作 对对好 就把所有的这个乘客都进行一层这样的判断啊 把需要的把它给勾取算 不需要的就就不动他 对对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代码当中来实现这个功能啊 好来打开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派上嘛啊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上迪哥老师讲到了 就是说呃 乘客信息已经被加载进来 那么接下来就是获取所有的乘客信息啊 获取所有的乘客信息对吧 好 那么获取所有的乘客信息 我们这个地方定一个变量 首先啊 叫做PASAANDRIA PASDA LABELS啊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获取LABEL吗 因为直接从这个LABEL上面的话 就可以拿到这个乘客的名字呢 如果你只是获取的这个利标签啊 你是不是还得去获取下面的这个LABEL标签啊 对 那么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啊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直接一步到位 获取所有的这个乘客的他的这个LABEL 好吧 好 那么可能有的同学会就会想是吧 为什么你不直接获取下面所有的这个乘客的名字呢 你还获取这个LABEL呢 你获取LABEL还不是要再次去取一下吗 原因是因为我如果找到这个乘客的名字 是在我 是我想要购买的这个人 那么我是不是还得去执行他的这个点击操作啊 执行他的这个点击操作 你是不是应该要去执行这个LABEL 他的这个CLICK操作啊 如果你只是获取一个字符创 他能够点击吗 是不是肯定不能够点击啊 对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获取这个LABEL是最好的啊 好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PASDABEL啊 来写了啊 那么就是sev点这个Driver 点FindAdmin 通过这个XPAS 那么现在我们是要获取多个 因此我们这个地方就通过这个方式Admin来获取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就来写啊 我们就可以把上面这个拿下来 再下面获取这个LABEL 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所有的这个乘客的LABEL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逼命所有的这个LABEL PASDABEL 因PASDABEL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创 首先先来获取这个LABEL 下面的这个字符创 也就是这个乘客的名字 类姆等这个PASDABEL点这个TEST 接下来创到 if类姆 因什么sev点这个PASDABEL 如果这个名字 如果这个里面的这个名字在我们之前啊 输入的那个 在我们之前这个地方啊 输入的这个呃 乘客的名字里面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执行他的这个点击操作了 对吧 好 那么就是PASDABEL点click OK啊 这样的话哈 就相当是把所有的这个乘客 他的是否需要购票来进行一个这样的处理 处理完整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执行他的这个提交订单的这个操作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这个提交订单的这个按钮啊 右键来检查一下 知道的话 他是怎么去获取呢 他是不是一个ID叫做萨布林萨布米的二的ID啊 好 那么我们可能加西夫的份 实际上的话打开下这个代码啊 获取什么呢 那个提交订单的按钮啊 好 那么就是萨布米的必听等这个什么呢 塞亚五点这个Driver 点发的爱的们才掰什么呢 掰 ID 因为我们现在通过这个ID来获取 对不对 好 拿到这个萨布米的必听以后 接下来我再去执行他的这个点击操作啊 那么就是萨布米的点克力 执行他的这个点击操作以后啊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在浏览机当中来演示一下啊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点一下这个恭喜这个人 我再点一下提交订单 他是不是就会弹出一个这样的对话宽啊 啊 但是因为啊 这个地方我之前登录了比较久的时间 那么我可能需要重新登录一下 好吧 好 来登录一下 啤酒 这个是红酒是吧 这个才是啤酒啊 好 这个地方是车标预定啊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点一下查询 好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来点一下追485啊 点下预定啊 这个地方我之前在备客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点一下取消订单啊 好 比如说我在勾计上 我再点一下提交订单 他是不是就会弹出一个这样的对话宽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去判断一下这个对话宽有没有被呈现出来 因为这个对话宽的话 他并不是说点一下 立马就会提呈现出来 他还需要去从服务器上面去加载一下数据 可能需要等待个0.5秒或是0.几秒钟的时间 对吧 说的话我们再做下部分的操作之前 首先的话 你今天要去判断这个东西有没有被加载进来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来写啊 判断啊 确认定当的什么呢 那个对话宽啊 是否已经出现了 对吧 好 那么我怎么去判断这个东西有出现呢 我们右键的话可以来检查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这地方可以往上面找啊 找到哪里呢 找个地方有个叫做啊 dthml xwingsbodyauto啊 这个东西是我们啊 外面的这一层 如果这个东西出现了 说明啊 这个对话宽已经出现了 对 好 恐惧加斯一复日份 只要再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啊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web driver显示等待 对吧 好 就是这个地方不是判断啊 显示等待 显示等待啊 那就这个地方是save点这个draver 然后这个地方是等到1000秒 until啊 然后这个地方是ec点这个什么的presence of elements be located 这个地方说是通过这个什么的by by这个 呃 class啊 by class name啊 这个class name是这个东西对吧 好 如果这个东西出现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啊 这个东西出现了以后 我们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要去做这个确认按钮 对吧 要去点击这个确认按钮 那么点击这个确认按钮之前 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去判断这个确认按钮 它有没有出现啊 对 好 那么我们再来做一个显示等待啊 如果这个按钮啊 如果确认订单按钮出现了啊 那么就点执行啊 就执行点击操作 对吧 好 那么就是web driver 然后是sev点这个driver啊 第2v啊 第2 driver一千秒一千秒 对吧 然后这个until啊 一次点这个什么present so of element 办到可以提个通过这个什么呢 呃 by点class name 对吧 呃 这个不是class name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是通过这个id来获取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id来获取 对吧 好 通过这个id啊 好 那么如果这个按钮已经出现了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执行他的这个点击操作啊 对对 好 那么就是呃 confirm b听啊 等于这个什么呢 sev点这个driver 第2v啊 点方的admnt by什么呢 by id啊 好 这地方把这个id传进去好 接下来confirm的click啊 好 执行完了这个点击操作 执行完了这个点击操作啊 直接的完了这个确认操作 其实我们的这个抢票就已经完成了 因为执行完了这个确认操作 他就会给你生成一个真的叮当 那么下面的事情你就是去慢悠悠的去扫描那个二维码来进行付款了 那些事情的话就不属于这个抢的动作了 对吧 抢的动作只不过是要去做抢的这个叮当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 其实据说如果执行的这个click操作 其实我们这个程序就相当是已经OK的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直接return了啊 就不用管后面的事情了 好吧 OK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走下 再来走下啊 来运行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 好 等待他打开一个这样的窗口啊 下面我们需要输入一些信息出发地是北京 然后这个地方是长沙目的地 这个出发时间我让他设置为2018年啊 啊那个零五一一二五月一十一 好吧 然后是这个地方是黄德啊 好 车子是追485啊 好 等待他这个地方我来登录一下啊 然后这个地方是首长是吧 好 他会来到这个预定页面 然后我这个地方的话来输入一下啊 出发地是北京是吧 目的地是那个长沙啊 这个地方是那个五月一十一好 等待他查询 然后的话他会自动点击啊 自动点击 那的话自动给我勾选好 自动的给我提交这个订单啊 呃 这个地方没有给我自动提交这个订单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还需要去做一次这样的判断了啊 什么方法呢 就是因为你现在好获得到这个东西以后 他有可能还不能够点击啊 还不能够点击 因此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给个外要询完好吧 我要这个恐怕们必听 如果有的话 那么我们就给他直接这个点击操作 点击完了 这个地方哈 接下来如果这个点击啊 他还没有成功 那么我再次去获取一下啊 我再次去获取一下 再次获取一下 再来去判断他 有没有点击成功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再来走下啊 把这个关把他给关掉 再来走下 北京 目的地是长删 2018年 那个05更11对吧 好 黄 好 追485啊 OK 然后的话来登录一下啊 冰箱 我这个人也识别二维码识别那个印证码应该还是算是挺快的啊 好 这个地方是长删 然后是5月11对吧 好 他会自动的直接查询 然后直接这个点击 直接这个勾训 直接这个确认啊 还没有是吧 嗯 等 等 等下啊 这地方没有执行这个确认按钮是吧 给我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一般来打个断点吧 那个打个断 断点啊 好 来登录一下啊 画美 海报和安全帽 这地方北京啊 然后是长删啊 5月11对吧 好 哎 他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来是吧 难道是一直在这里等待吗 我看一下啊 啊 这个地方写错的啊 我们不是通过这个class theme 而是通过这个id是吧 他一直在这个地方等待的啊 一直在这个地方等待 好 那么我们这里话先把这个代码来删住一下啊 刚刚这个地方写错了哈 其实我们写错了 通 我们通过这个class去找 那么通过class去找的话 他肯定找不到找不到的话 他就一直在这个地方等待 对吧 考错了啊 好 再来说一下啊 出发地是那个北京 长沙 那是2018年 干零五干一一啊 好 再来登录一下啊 近期 好 来说一下北京长沙 5月11 对吧 好 这应该没问题的啊 嗯 还没有点击吗 直接直接完成了是吧 那么说明下面这个的话还是需要啊 还是需要啊 那再来走一下吧 再来走一下啊 红枣 好 这里方来说一下北京 然后是长沙 然后是5月11 好 真的话是不是就OK了吧 啊 就加上我刚刚的这一个这样的判断啊 就说 如果你有啊 如果你有你有的话 我就不断的去获取 不断的去给你顶进 你总有一次会让我能够顶上 对吧 呃 这个的话可能是呃 不知道是哪里的一个小问题 好吧 反正我们能够解决就好了啊 就说他我明明可以找到到这个东西 当时点击的时候他就是没有点击上 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这个外号循环去让他点击的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好 我们的那个抢票就相对是已经OK的哈 呃 现在我们相对是已经生成了这个叮当 呃 下面这个网上支付这部分功能的话 就是你可以在30分钟之内随便啊 呃 什么时候都可以完成 就是说比较不着急的 对吧 我们把最着急的部分通过程序 让他们帮我们完成 对不对 OK哈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123日抢票就讲到这地方啊 通过这个程序 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发挥自己的思想 去呃 做一些其他网站的一些这样的呃 比如说抢一些呃 那个呃 那个某个明星的那个演唱会的票啊 对吧 或者是想抢一下那些啊 什么茅台的那些呃 购买资格啊 对吧 都是可以做的 当然哈 这个东西的话也是大量的使用的这种显示的等待啊 相信大家通过这个呃 这个程序 这个小小A想应用的话 可以熟练的对这种东西啊 做一个了解 好吧 OK哈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